女性的防疫情 女性的監製是最大的责任 在马来西亚的服务 所以我们提供自由的支援 每个女孩和孩子 在感受独自制或危险 生命性协会在1989年的时候 有一批怀疑青年 想要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东西 主要是我们的服务是以辅导为主 多方面去推广心理健康的建设的东西 我们这个孝心老人福利协会 已经成立了大概是有三年了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2019年5月2号 成立这个中心 这里是温馨老人之家 我们创办是2017年 今年算起来已经五年了 他们都是那些洛事群体 我们都会毫无保留的优先给他们进来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服务 无论是哪个氛围 哪里出现 如果他们在危险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在危险 WEO会在那里帮助支持 我们只要成立的原因 真正的是要帮到有需要的人 不需要有背景 也不需要有任何一个年龄的疯狂 其实我们不介意它是来自哪一方面 只是它要真的是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给它一个避风港 这里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我们生命县来推动了一个九五运动 推动这些课程就是比较是自救的部分 你通过学习 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WEO has an economic and emotional resilient program for women who come out of crisis in their life it's called Power Up and it's an upskilling program where we engage with women who need to learn new skills to re-enter the workforce so income generating programs such as baking, sewing are some examples of classes that they undertake with WEO 每个人都是需要的人要关怀 就算他们单身都好 他们给他们人生有一个温暖 都是希望多关心他们 真的是帮他们当着自己公公婆婆化 甚至爸爸妈妈的照顾 当我们看到一些困扰它解开了之后 我们看到它成长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感动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爱慢慢地走出一个中心 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生命 来去共创一个美好的社会 谢谢WELUS 帮助我们的小型老人院 感恩你们 WELUS 自我遇过的真的是很好 他是会分享那些药物的资讯 其实调理是重要的东西 你们给我们的就是帮助它调理 感谢WELUS 一个赞助我们 支持我们 谢谢WE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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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WELUS